我们持续带您关注乌尔的最新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乌克兰的西部 也就是乌西的维和中心 这是最大的军训机构 目前遭到俄罗斯投放了八个飞弹 那这样子来讲 俄罗斯就说其中有180名的佣兵丧生 不过乌克兰也反驳 这个其实是俄罗斯的大外宣 那目前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们再来看到像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也再次呼吁北约在乌克兰要设立禁飞区 否则俄军对乌克兰的军事攻击 进一步扩大到北约的成员国 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第四轮的谈判 即将在当地时间14号登场 双方代表都会透过视讯来进行对谈 那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说 乌克兰代表他们谈判的重点 也就是他们的任务 是要促成他跟普丁直接对谈 因为普丁才是有做出最终决策的人 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俄罗斯受到各国的制裁影响非常的大 俄罗斯的财政部长他就说了 西方国家对莫斯科一波波的制裁 就对俄国的经济还有金融造成很大的打击 那现在都要靠中国来相挺 他说俄国储备的6400亿美元的黄金 还有外汇资产当中 有将近半数大约3000亿美元 因为相关的制裁都被冻结了 那在这个冻结的状况之下 俄国还面临了另外一个危机 就是周三必须要支付两笔美元计价的债券利息 高达了1.17亿美元 不过俄罗斯呢 其实之前就已经暗示说 他不会支付 或者呢将会用这个卢币支付 我们都知道卢币现在呢 都已经大跌了超过一半以上了 那俄罗斯发生这件事情呢 也是1998年金融风暴以来 再次出现主权债务拖欠 甚至是违约的状况 那俄国央行恐怕被迫 就会采取更多的紧急措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美国呢跟北京方面 他们也要会谈 他们的会谈呢要讲什么呢 其实呢就是要讲到这个 美中的竞争跟乌俄的情势 这个是他们的重点 那这一次会面呢 是美中维系双方沟通渠道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两方呢将讨论就是 如何在这个美中竞争之下 也会讨论俄国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对于区域还有全球安全造成的冲击 那其中我们特别看到 美国的国安顾问 也就是苏利文 他也撂下狠话说什么呢 他说美方呢正在密切地关注中国 会不会提供俄国多少实质的赞助或帮助 包括了像是物资或者是经济的援助 那美方呢明确地向北京表达 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不允许任何国家协助俄国规避大规模的经济制裁 否则呢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外交后果 而且他强调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不允许俄国在经济制裁之下 从任何一个国家获得一线生机 那再来带您来看到 这个乌尔大战呢 其实进入了第十九天 全球各地不断涌现反战的声浪 现在就连海外的俄罗斯餐厅也遭殃 美国从东岸到西岸 各地俄罗斯生意呢 都是一落千丈的 部分业者营收狂跌了六成 店面甚至遭到蓄意破坏 那对此呢 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福特加 虽然只占了国内的1.3% 但同样也遭到底治 高喊口号举起标语 反战世卫游行在全球遍地开花 只是没想到 现在连世界各地的俄罗斯餐厅也遭殃 店内空无一人生意惨淡 这间未在美国纽约闹去的俄罗斯餐厅 不仅贩售俄罗斯料理 甚至有和总统普丁同名的餐点名称 只不过在俄乌大战下 和俄罗斯一沾上边 现在全变成雇人院的代名词 就算老板娘嫁给乌克兰人 店内员工也全来自乌克兰 并在餐厅门口前 贴上乌克兰国旗和反战标语 但民众只要看到俄罗斯 立刻走人 而无端受波及的还有位在圣地雅各的俄罗斯餐厅 生意不仅一落千丈 罗马尼亚籍老板更不断收到情绪性的负面评价 为了刺激消费进口俄罗斯福特加的业者 决定祭出折扣优惠 虽然只占全国进口不到1.3% 仍希望减缓对营收带来的冲击 不过 俄乌战火延烧超过半个月 影响的不仅是全球民众对俄罗斯的观感 更让原本想把俄罗斯美食向外推广的餐饮业者 无端成为标靶 三零新闻 谢霆浩报道